为什么指数增长是您的财务自由之路 这项投资策略比比特比更疯狂 当我们谈到财务增长时 指数增长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概念 它代表了财务世界中的黄金标准 投资一次享受多次回报 然而尽管指数增长的原理如此简单 它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神秘的难以理解的概念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下面将深入探讨为什么许多人无法真正理解指数增长 以及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够利用它的力量实现财务自由 我们将关注三个主要原因 它们分别是教育不足经验的不足以及对成本的担忧 通过解开这些谜团 我们将帮助您更好的理解指数增长 并启发您开始探索这个令人着迷的金融策略 在深入讨论这些原因之前 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指数增长 简而言之指数增长是一种持续的投资策略 通过持有并在投资投资收益 使您的初始投资增值 这意味着您不仅能够赚取您的初始投资 还能够赚取之前赚取的回报 这种复利效应可以在长期内产生巨大的财富 但它通常需要耐心坚定的决心和一些财务教育来实现 在下面我们将深入研究这些原因 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指数增长 并为自己的财务未来制定明智的投资决策 只有通过克服这些障碍 您才能真正利用指数增长的力量 实现财务自由和长期投资的目标 让我们开始吧 一起揭开指数增长的神秘面纱 迈向财务成功的道路 第一个原因教育不足 教育是社会进步和个人成长的关键组成部分 但令人遗憾的是 大多数人在金融和指数增长方面的教育有限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 许多学校缺乏为学生提供 有关金融和投资的综合教育的资源和计划 通常金融教育仅限于基本概念 比如储蓄和支票账户 而更高级的主题如指数增长 往往被忽略 在学校中 学生们通常在九年级或十年级 才开始接触到指数增长的概念 这个时候 很多学生可能已经失去了对金融知识的兴趣 或者根本没有机会了解更深入的内容 对于那些没有选择学习经济学和数学的学生来说 指数增长可能会在学生时代的最后一次接触到 而这种接触只限于理论层面 没有提供实际应用的机会 更令人担忧的是 即使学生在学校中学到了一些金融知识 很少有人在成年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因为学校通常只提供公式和方程式 而没有教授如何在实际情况中应用这些知识的指导 这导致了一个现象 即成年人往往会忘记或丢弃他们在学校中学到的金融知识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知识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实际用处 另一个阻碍金融教育普及的原因是成本 在很多国家聘请金融教师的费用 对学校来说是一个负担 因此他们可能会选择不提供这种课程 此外各种高中毕业考试或学业能力测试 通常不包括与金融相关的题目 因此学校管理层可能认为 金融教育并不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 另外许多教师可能认为 自己没有资格教授金融知识 这也是为什么金融教育在学校中缺乏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种教育不足的局面 可能会给人们带来严重的后果 金融决策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缺乏金融教育 人们可能会陷入金融陷阱 无法充分利用投资机会 包括指数增长 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供更广泛 更实用的金融教育 是更多人能够理解和应用指数增长的原理 第二个原因经验 除了教育不足外 缺乏经验也是人们不理解指数增长的另一个原因 指数增长是一种长期的投资策略 通常需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实现最大的效益 然而许多人缺乏足够的耐心和经验来坚持这样的投资策略 只有通过亲身经历指数增长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其潜力 经验使人们更加自信 更有动力继续投资 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投资组合的增长 这种亲身体验可以改变人们对投资的态度 从被动观望变成积极参与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曾经经历过指数增长的人 更容易继续进行在投资的原因之一 然而 要经历指数增长 首先需要有耐心和决心坚守投资策略不受市场波动的干扰 很多人可能在市场下跌是感到恐慌 抛售投资从而错失了指数增长的机会 因此 培养耐心和稳定的心态对于成功实践指数增长策略至关重要 第三个原因 成本 另一个阻碍人们实践指数增长的原因是担心投资的初始成本 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开始投资 而这可能会成为他们回避投资的理由之一 然而 指数增长并不要求初始投资很大 人们可以从小额投资开始 然后逐渐增加 布鲁斯科夫勒布斯科布纳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投资者之一 但他起点很低 曾经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靠开出租车来支撑自己上哈佛大学 即使毕业后 他仍然继续做出租车司机 但他最终成为了亿万富翁 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投资的初始成本并不需要很大 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决心和长期的视野 然而 一些人可能会被富豪投资者的例子所吓到 认为自己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成功 但是 与成功投资者不同 你不需要有巨额的起点 从小额起步 逐渐增加投资 也可以在长期内积累财富 因此 成本不应该成为人们回避投资的障碍 而是应该根据个人的财务状况和目标 来制定合适的投资计划 总之 教育不足 缺乏经验和对成本的担忧 是阻碍人们理解和实践指数增长的三个主要原因 然而 通过改善金融教育 积累经验和合理制定投资计划 人们可以克服这些障碍 实现长期财务增长的目标 要想真正理解和利用指数增长的力量 需要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 同时保持耐心和决心 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发挥指数增长策略的潜力 实现财务自由和长期投资的目标 喜欢这个视频吗 如果是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和点赞按钮 你的知识是我创作的动力 也能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容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